警察人員獲報趕到意外現場 一公只剩下一顆頭露出來 整個人受困在約10米深的砂石坑內 雲林縣斗六市上午10點多 這一間專門製造水泥電竿的公司 發生這起公安意外 初步了解是砂石禁掉出口 疑似砂石受潮導致卡料 一公要下去排除問題 不明原因卻整個人陷入裡頭 首先在消防人員及時協助下 平安將男子從砂石坑中救起 進行預防性送醫 相關主管機關第一時間也派人到場 機查不排除SOP流程有問題 還好有及時救援才沒有衍生人命 詳細意外發生主因有待調查釐清